走 哎 啊 奇彩 應該今天太冷 我陪上了水結冰了 然後這個衰端 換把 一大五嘴 这个挡板是这样 往上挑的时候 砍到这个 还问我为什么用餐巾纸 我之前的做法 全靠用篮头直接把它挑正 反正稍微有点斜也是可以用的 今天老师傅说要先把它搬正了 然后再跳 看看大哥怎么搞的 你力量大了 你手走不动 需要靠着关心 你担心手 你看看危险吧 就在这里的 老师傅 现在下转上刮 会不会卡到完美 垃圾要拿走 哇塞这个水 有意思 修得比我之前还好 之前我就觉得反正敲正之后 能用就行了 然后今天的老师傅又要帮我 你要先把它搬正 搬正之后你还得把它拉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好像还是知识储备的问题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操作 然后你才会这样做 加油 今天礼拜三 又是深蹲的时辰时 话说明天这个健身房也要管了 对了 今天早上摔车这个事情 这我感觉自己现在进入了一个怪圈 就是感觉好像发生了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都是因为前面有一件分开的事情 就觉得好像因为这个 然后整个人不在状态 怎样怎样 包括上次没有拔车钥匙 也是很久很久没发生的 你说这个属于自己太监 不是 但是蝴蝶效应其实也有影响 不清楚 想玩的时候有快递 还好我有视频在录着 嗯 嫌疑买东西真危险 这个人的信用还是极好 好好我是无意中就是想拍Vlog嘛 就把它录下来了 要不然他完全可以说 嗯 是我这边弄坏的 嗯 然后回到刚才骑车的话题 就是说 就说关于一些坏的事情嘛 好 实际上都是因为之前那个分开的事情嘛 但是话说回来啊 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你知道蝴蝶效应嘛 就是任何一个小事情 它都会影响到后面 不过话说回来 我好地想 这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有可能你经历过各种磨难之后 就成长了一些嘛 虽然说现在 好难受 好烦 明天见